十二因缘说 是用缘起来解释一个人人生的本质和流转的过程 我们谈到集体 集体就是所有对人生苦及本质及原因的整体分析的大成者及大成者 而十二因缘说就是这里的整个理论基石 这十二个概念它前后形成一系列的链条 就是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 在历史上也有五因缘说 九因缘说 十因缘说 方法都一样 就是一环扣一环 最终的官方定版 或者说最终佛教界接受的 全部接受的是十二因缘说这一版 从因推到果的推导方法 在佛教里叫做顺观 如果从果 倒推到因的观点 叫逆观 整个十二因缘说是一套非常大的理论 因为我们讲的是佛教通史 所以我们就不完全展开讲 只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十二因缘 以后我们会在佛教逻辑里头 给大家仔细展开十二因缘的这个环节 我们现在简单的给大家就逆观的方法推导一遍十二因缘 长安寒经的大方便经里头 有一套完整的推论 我把这套推论翻译给大家 因为它全部是古文的 然后给大家讲解一下 十二因缘逆观的第一条叫老死 老死是什么呢 人生的终结 那老死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生 所以第一环叫生是死源 那第二环来了 那生是什么的原因呢 佛经里说 有是生源 这里的有 我要给大家讲一下 佛教里大量的词 和我们汉语里实际理解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里的有也是一个专有的佛教词语定义 有就是你前世 所有让你生到今世的理由的总和 就是生你的理由 这个生你的理由 你前世所有的因缘的理由总和 就是有 所以有是生源 第三条是什么呢 因为有已经是生源了 那什么又是你前世生到今世的总和呢 取是有缘 取是什么 就是因为你前世里对你的人生和你的这个欲望 无限热切的追求 造成了各种的报应 各种夜报 而这种夜报就是你所有的理由的总和 所以所谓取 就是追求 就是追求 取是有缘 那什么又是取缘呢 什么导致了你的前生如此热切的追求呢 OK 很显然 爱是取缘 因为你爱 这个爱 它指的不是一个情感词 是指的性爱和食欲 引申为一切的贪欲 我们后期会给大家分解一下 佛教对欲 把性欲和食欲 看在同等重要了一种一种欲望 所以断欲不光是断性欲 还要断食欲 那么 什么又导致了你对 爱的追求呢 受是爱缘 这个受 是指你的感受 比如苦受 乐受 不苦不乐受 它泛指你前世里头一切人的生理和心理的享受 就是享受导致了你去爱 那什么又导致了你的享受呢 就是受是爱缘了 那什么是受缘呢 处是受缘 接触了 所以你才享受了 所以 触是受缘 这样就讲到了第六指 第七指 什么是触缘呢 就是什么导致你对这个世界的接触呢 六入是触缘 所谓六入 掩耳鼻舌身意 这六个器官的感受 就是你的触缘 所以第七指 叫六入是触缘 那什么又是六入之音呢 我们上一讲讲过 精神和肉体的整体 叫明色 色 五蕴之一 受想行识 非色 就是是非色的那个四十 这合起来就是明色 明色就是特指人 什么是六入之音呢 就因为你是个人 这就是六入之音 所以叫明色是六入源 那什么又是你人的音呢 这是我们就谈到了十 十是明色源 关于这个十 它的概念非常的复杂 涵盖佛教从头到尾 汉语 最早的翻译 把十翻译成了灵魂 这也是佛教 这也是佛教为什么跟中国文化可以快速合流的原因 因为中国人对灵魂是很熟悉的 但是我们也确实没有一种更好的词去翻译这个十 或者简单的一字说清楚这个十 我们只能说 十是什么呢 是一种精神力 可以让你物质的身体和你所有的感官变成了一个整体 这种精神力你只能意会 无法通过语言去准确的定义它 就是十 这种十 汉译灵魂 我觉得可能也只能用灵魂来形容 所以说 什么是明色源 就是什么是你人的源呢 那十 是明色源 第十支 那什么又是十源呢 行是十源 这一下就到了后世 所谓行 它不特指行动 我们谈过 所谓行是指你决定去行动的原因 比如你的意志 你的决定 你的冲动 行是十 行动的原因 这里的行 所以行是十源 第十一支 什么又是你这些决定 就是你去决定行动的原因呢 终于到了最后了 是持 持是行源 所谓持 汉语又一作无名 愚痴 特指你不明佛理 不明业力轮回的道理 顾约 持是行源 终于说到了持 人生一切都是你持情惹的祸 都是持来的 所以持情这个词实际就是从佛法里十二因缘里来的 中国人说了几千年的持情 就不知道持情持情 为什么是持的情 所以持就是这个世界和这个人生最后的本源 而整个人生通过十二因缘形成的链条 就如一棵大树 当你斩断持情 就如树根被斩断一样 将大树连根拔起 有听的比较仔细的人会问我 说你说的是十一组关系 为什么叫十二因缘 对 十一组关系是连接了十二个点 所以叫十二因缘 但是我每一次给大家讲因缘 都要从逆关推倒 从死推倒 为什么 就是很多高僧在讲因缘的时候 都讲顺关 从生推倒 但我喜欢从死推倒 就因为推到最后 你忽然有一种恍然大悟之感 原来人生的归根结底是持情 每一次最后推到持情的时候 我都非常感慨 两千年前的印度哲学 在逻辑上已经能形成 如此完美的推倒 在他十二支推倒里头 非常清楚的看出 最重要的三支 是你的生 你的爱 和你的持 所以十二因缘 归根结底 就是说了 两件事 就是爱与持 但这两件事 几千年 人类仍然无法把自己修行到清净 于是禁忆主义 禁欲的主义 就成了佛教的必然 如此完美的推倒 逻辑学和认识论应用的如此高超 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我每一次推到持情 每一次谈到 这个世界的本源是持 就有一种大树到了根部的感觉 就是只要刀一挥 整个这个链条就会被砍断 感觉 这在中国哲学里头 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 它不光是认识论和逻辑学的高超 我们中国推论任何问题 都是一步到位式 所以中国的哲学书 全部是格言论的 就是一个格言 要一步到位给你说清楚 而在西方古典哲学里 一般最多到三段论 或者五支论 如果把十二个因缘 全部扣成逻辑 这说明 古代印度的哲学思想的高度 可以说直到今天 仍然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高峰 这可能跟印度哲学 非常重视本体论有关 十二因缘 作为极地的第二大部分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的目的是为了引出夜暴轮回这件事情 它是夜暴轮回的理论基础 而夜暴轮回 就是我们说的宗教框架里的神学部分 就是早期佛教的全部的宗教核心 十二因缘 它涉及到了过去 未来和现在这三世的因果连条 现在世的果必有过去世的因 现在世的因必导致未来世的果 所以就叫三世二重因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